在中共的封控之下 在旅遊勝地三亞的街頭 隱朝不見 一匹白馬獨自狂奔 顯得十分夢幻 從中共官方的數據來看 海南省變為疫情重災區 8月1日至今 累積確診近5,000宗 真實數據不明 當局的封控則是不斷延長 東方市和程賣員週五宣布 延長封控約一個星期 影響大概90萬居民 其他已經封鎖的地區 則是沒有預告何時解封 在另一個旅遊城市西藏拉薩 當局星期五宣稱要做3天的消殺和核酸檢測 要求市民禁足 不得外出等於變相封城 另外江西和新疆等多個省份 也有部分城市因為出現零星病例 處於當局的封控裏面 而在這場清零運動之下 不僅旅遊業再度受瘦 經濟重鎮元氣大傷 過千民眾衝破境界 四散逃跑 這裏是上海浦東區的漁人碼頭商場 8月12日下午 當地疑似發現1人核酸檢測異常 政府工作人員駕起圍欄準備實施封鎖 沒想到警方失措的人群不約兒童地外逃 上海民眾已經是風聲鶴蕾 被稱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浙江移烏 目前還在封城 科技重鎮深圳 星期五宣稱出現一宗確診 立刻刮出中高風險區進行管控